今天早上,我们在北美洲的两个孩子和三个孙子女,以及约半个世界,看到明亮的太阳在东方壮丽地冉冉生气。 在非洲的另外三个子女和七个孙子女,以及另一半的世界,看到日落平息,夜色悄然地向他们袭来。 晝夜、复始这种恒久不变的现象,每天都在提醒我们,这支配支配着我们的生活,是我们无法改变的真理。 我们若尊重这些永恒的真理,并将我们的行为与之保持一致,就会体验到内在的平安与和谐。 我们若不这么做,就会感到不安,事情就无法如预期的那样运作。 晝夜是神赐给曾活在世上的每个人的一种模式,这模式显示了事情现在的真相。 这是人类存在的绝对真理。 我们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交涉,也无法置身事外。 每次从非洲搭机来参加总会大会时,要重新调整生理时钟,在一天内倒退十个小时,都会提醒我这项真理。 每当我们想注意时,就会看到天父赐给我们足够的真理见证,来管理我们的生活,使我们能认识他并获得平安与喜乐的祝福。 主的灵透过先知约瑟斯密声明,我要给你们一个在所有事情中都适用的模式,免得你们受骗。 因为撒旦遍遍布此地,他出去欺骗各国。 反基督的克里河上当受骗。 他不相信神的存在,也不相信基督的来临。 先知阿尔玛向他见证说,万物都说明了真的有神。 是的,就是那大地,大地上的万物。 是的。 还有大地之运转 是的 以及所有按其既定方式运行的行星 都证明的确有一位至高无上的创造主 当克利和坚持要看到一个征兆才相信时 阿尔玛让他被集成哑巴 克利和在经历苦难后 谦卑下来 坦诚自己受到魔鬼的欺骗 我们不需要受骗 智能生命的奇迹不断在我们眼前上演 短暂的凝视和思考着 那由无数星辰和银河系组成的天空奇观 促使全心相信的灵魂高呼 我神,你何伟大 是的 神,我们的天父活着 祂一直透过多种方式向我们显明祂自己 除了认识神 相信神 并继续留在神里面之外 我们的心还需要接受真理之灵 阿尔玛教导说 谦卑在信心之前 摩尔门补充说 任何心里不温顺谦卑的人 都不可能有信心和希望 也不可能接受神的灵 遍雅敏王宣告 任何把世上的荣耀放在首位的人 都是与神为敌 尽管耶稣基督既正义又圣洁 却仍借由洗礼来尽诸般的义 他在神面前所展现的谦卑 乃是他门徒的一项基本特质 所有的新门徒都必须透过洗礼的教义 在神面前表现出谦卑 因此 凡在神前谦卑自己 渴望受洗 带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前来 都应借着洗礼接纳他们加入他的教会 谦卑使门徒的心渴望悔改和服从 神的灵就能把真理带入那人心中 真理就会被欣然接受 缺乏谦卑是促成使徒保罗的预言 在此漠视应验的最大原因 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 贪爱钱财 自夸 狂妄 傍毒 违背父母 忘恩负义 心不圣洁 无亲情 不解怨 好说禅言 不能自约 性情凶暴 不爱良善 救主邀请我们向他学习 就是邀请我们远离世俗的诱惑 成为像他一样 心里柔和谦卑 谦逊 我们就能够负起他的恶 发现这恶是容易的 成为门徒是喜乐 不是负担 正如像纳尔逊会长 一再明确地教导我们的那样 学习认识基督和他的道 会引导我们认识他并爱他 他以身作则表明 怀着谦卑的态度 我们确实可以全心全意地认识 和爱父神 也可以毫无保留地去爱人 就像爱自己一样 他在世上传道期间 将他的旨意和身体放在祭坛上 就是实践这些原则的模式 他的福音就是建立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 这两个原则都是外在的 关乎我们如何与他人相处 而不是寻求满足私欲或荣耀 奇迹般出人意料的是 当我们竭尽所能的爱神和爱人时 就会找到自己身为神儿女的真正价值 并享有这个经验带来的完全平安和喜乐 当我们透过爱与福物 与神合一 与彼此合一 然后 我们就能获得圣灵的见证 直到那纯正的爱 及李海所说的 我尝过最甜美的果子 基督付出并尽一切所能 树立爱父和爱我们的模式 他所获得的冠冕就是 接受所有的能力 及父所拥有的一切 也就是超生 我们在灵魂中滋养对神和灵人恒久的爱的机会 始于家中的神圣习惯 也就是每天奉他独生子的名 在个人和家庭祈祷中与天父连结在一起 与家人透过个人和家庭经文研读 一起向他们学习 一起遵守安息日 个别持有有效的圣殿推荐书 并尽可能经常与家人一起去圣殿 我们每个人 对父与子的知识和爱 都有所增长时 我们会充满感激 也会彼此相爱 我们的能力会大大的提升 能够去爱家庭以外的人 并为他们服务 我们在家中的行为举止 是真正的熔炉 能淬炼出恒久和喜乐的门徒特质 由于我和妻子葛拉蒂 在家中学习认识神和尊崇神 并与后代子孙分享他的爱 家中因而享有复兴福音最甜美的祝福 在家中培养对神的爱 和为彼此服务 并在适当的时候 为家庭以外的人提供服务 会发展出仁爱的特质 这与神国度中的献纳服务模式产生共鸣 此乃主活着的先知与使徒向我们所成名模式 我们与他们合而为一 然后我们就能透过他们 在每个思想上仰望主 叫我们不要怀疑 也不要惧怕 就像主活着的先知和使徒一样 我们可以前行 且心肠要对所有的人和信心的家族充满仁爱 要不停地以美德装饰我们的思想 然后我们的自信在神前越发坚强 圣旨的教义如来自天上之路 滴在我们的灵魂上 有了主活着的先知和使徒 我们也可以加入一个充满美德的信心圈 透过献身服务而得到巩固 其中圣灵是我们经常的伴侣 我们的权杖是正义和真理的不变权杖 我们的领域是一个永远的领域 不用强迫就永永远远流向我们 因为这是天父计划的应许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